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力退后 渐渐的疲软下来 问题在哪 用膝盖想想也明白 如果不明白 就讲个令大师也无奈的例子 大师常常在日本演讲 做无稀稀 日本经济停滞不前的 涉气的20年 延龄之一 是日本人拼命出息 不肯消费 把钱存在没有利息 反而征收各种手细费的银行 大师告诉他们 应该把钱存在利高的外国 甚至向日本银行贷款存入外国 也可赚起利差 另一群手中掌握最多钱的长者 更不肯消费 大师常问听众 为何舍不得消费 稍稍放松享受一点 何妨呢 其多人的答案是 不要麻烦别人 把钱留下办理身后事 他问听众 兵障费到底要花多少 没有一个听众知道 他告诉听众 如果事先易购 比临时找兵仪馆处理 可省下三分之二 即使付前二的兵障费 平均而言 也不过是 死者遗下现金的 牛身上的几根毛而已 下一次讲座 大师问同一批血缘 有谁去易购了身后事配套吗? 没有 有谁立了遗住吗? 没有 有谁因此愿意在夕阳一会 花点钱享受吗? 没有 大多数日本人 最有钱的那一天 是他们细了世上劳苦的那一天 因为人人借审惯了 不肯消费 日本经济停滞 出现17的20年 因为人人不肯利益住 他们的钱都归了国库 让政客任意挥霍 但对国家经济没有积极作用 西多尔尼根本没有得到好处 大师不只是在收费讲座上苦口婆心 传授知识 教导日本人如何理财用钱 享受辛劳成果 促进国家经济 利己 利人 利国 他还著书利硕 几乎每本书都畅销 也翻译成多国文字 敦马不但自己读 还买了送给内阁成员 可是听其言 读其书的日本人 听了读了 基本上只是听了读了 知而不行 他指的是一条明路 但最大多数人啊 却是一路走到黑 知而不行 有时是人的多性 有时是能力问题 有时是受困于环境等等 新加坡继续走向繁荣长生 条件优越的马来西亚 进一步 退两步 李光耀 显闲显能 公平竞争 马帝广介盆党 大派拐杖 两个人的个性理念 界定国家的阶级 别说是大师指点啊 即使是上帝显现啊 对人说话 人听了也未必会行 两百多万的以色列人出埃及 能进应洗之地的 只有加勒和耶稣亚 正统的宗教 都信人有灵魂 肉体死亡之后 无论信哪一个宗教 有什么说法 基本上灵魂都要因为 生前做了什么 而界定灵魂的基础 哪个宗教 只出一条正路 生前做了什么 死后灵魂 可以布下地义呢 信有地义的人多 你告诉他们 有条路啊 可以通往天堂 你迎来的不是感激 你是在冒犯啊 你是在惹人讨厌啊 不合时宜 政治上不正确 谢谢大家 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您能按赞 转发 还有点击影片下方的小铃铛 订阅我们的频道 上帝赐福您 祝您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